首先先謝謝所有美女朋友 還有各位千亮牌的貴賓 尤其幫我們志明寫的書評的 寫的推薦的朋友 謝謝你們今天的幫忙 而且還特別出席 那還有讀者們 謝謝你們又買了改版的書 這個封面喜歡嗎 該不會有人第一版就買了 又買了第二版吧 哇 代表出版社謝謝各位醫師父母 讓你破壞了 不過這本書不一樣 你們有打開看到志明的手寫字嗎 這是志明姐姐的心意 好 首先要先跟大家說聲謝謝 因為今天是志明在睽違兩年之後 第一次的公開活動 所以特別的謹慎也特別的緊張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然後呢有個事情要提醒 因為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歡用手機 記錄志明姐姐美好優雅的風采 不過因為我們也有攝影大哥在 所以前方的朋友 當你拿手機起來拍的時候 拍完之後就老將您放下一下 以免後面的攝影大哥 都只拍到你的手機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喜訓 這本書呢我們知道用40則高EQ的故事 來分享志明的修養之道 以及剛剛好的優雅 那40則的故事呢也啟發了很多人 最重要的事情是從5月到現在 將近20週 不管是線上的 線下的伯克來成品金石堂 已經纏連了20週都在排行榜裡面 讓我們為志明拍拍手 恭喜他 這本書有很多精彩的內容 不過我相信各位都讀過了 包括在做很多書品 我知道有些好喜歡這本書的大師 還幫我寫了好幾則的書品 可是呢擺文不如一聽 今天呢用立體聲的方式 待會志明姐姐親自把裡面的故事呢 做更進一步的Live的闡述 希望大家能夠體會 今天主辦方的用心 那現在事不宜遲 請大家用最特地的掌聲 我以前介紹他都講什麼女神啦 巨星啦 讓我們來歡迎暢銷作家 林志玲小姐 先在你的大叔面前拍個照 今天他是以暢銷作家的身份 好久不見 看起來真的不像身過的樣子 狀態非常的好 好那志玲姐姐出場 肯定大家煤光燈閃不斷 我想我估計可以休息十分鐘吧 慢慢拍慢慢拍 各位的兩年志玲終於回來了 而且呢在這段時間也沒有閒著 持續的透過公益的角度啊 透過書本的分享 把它的理念啊 讓更多人知道跟看到 在這個書裡面 我們可以知道志玲的生活 志玲的學習 志玲的青春時期 志玲的工作態度 還有他所有的理念 好我們請志玲 他一定很享受我們這個 攝影大哥的聲音啊 很久沒有聽到 我們的小谷歌 好還有哪邊需要 沒事我們一定拍個夠 大家緊張緊張 在這本書的裡面呢 也看到了屬於優雅的軟實力 但是軟實力呢 竟然稍微站前面一點點 再過來再過來 我相信各位打開書之後呢 有很多的驚喜啊 比如說志玲姐姐的那個 手寫的序啊 可能各位會覺得說 這個手寫序會不會是那種什麼字體啊 不是不是 真的是林志玲一字一句呢 這個手寫下來的文稿 然後變成書中的序語 非常非常的有誠意啊 同樣他的字體也非常的優雅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 再一次的透過今天的活動 感謝所有讀者 包括今天不客前來的朋友 包括後方的朋友 謝謝你們 可能位置比較遠一點 不過音聲還OK嗎 OK好 那最主要我們今天是一邊看 也要一邊聽 聽志玲姐姐說故事 好請志玲再照顧一下 如果您方便的話 您建議到右邊來 讓這邊的朋友可以近距離的拍一下吧 志玲姐姐是最有同理心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照顧到 每一個部分的書迷的需求 謝謝各位 尤其是廉價的寶貴時光 剛好辦在廉價第二天 真的謝謝大家擺房之中 特別來支持 在這個放假的空檔 感覺外面也下雨嘛 那不如進來 好 來 還有哪邊 大家還有什麼需求嗎 可以的話我們就請她入座 要開口喔 好久不見的志玲 讓我們用掌聲迎接她吧 謝謝 謝謝 各位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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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是帶著非常緊張 又興奮又害羞的心情來到現場 自己覺得好像被隔離了兩年的樣子 那好不容易出關 好久沒有見到這麼多人喔 真的謝謝你們能夠前來 那我剛剛也看到了一些很熟悉的面孔 然後有些好像是陪著我從一剛開始出道的青春歲月開始 那現在有些也是成家應該也結婚有了孩子 所以今天也是像我一樣跟小朋友請了嫁過來 那好像也有一些比較年紀輕的應該是爸爸媽媽帶來的 應該還不太認識智玲姐姐 雖然現在可以叫智玲阿姨 那我還聽我朋友說有人今天選擇不去他的朋友一生一世的婚禮而來到這個現場 謝謝你這麼重視 請問你在哪裡 哪一位啊 就是你 你朋友的婚禮你不去你來這裡啊 這個有點很奇怪 他其實是你贊成這樣的作法嘛 為什麼 之後再補 什麼還補的婚禮能補啊 叫你朋友再接一次啊 是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這麼重視 那希望我們一起可以度過一個很愉快的午後 謝謝 好 請入座 謝謝智玲的開場白 這本書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看過了 可是裡面有很多的故事 今天是最棒的機會讓他親自說書給大家聽 大家知道這裡面分了四個章節嗎 然後有三個序還有許多的推薦 首先我們當然是要問一下智玲 誰寫的序最好 我們到了這個年紀你懂得很圓融 啊 誰來就說誰對不對 好 但他眼神裡面透露著蔡康勇三個字 心裡面想的是林怡辰 好 這不是重點來 我想第一個章節叫做溫暖心靈的模仿 在當中提到一些禮貌優雅的回應 事實上我們在現實世界 這不要說是公眾人物 也就是說你在辦公室啊 在學校裡面 大家就常常會討論一些話題 而且還不斷地重複 然後可能你明明講過了 人家還要再問一遍 那這點在林志玲的身上肯定是不斷地發生 所以我想大家也來請教一下林志玲 以他這樣子這麼有修養的人 這麼優雅的人 到底面對這種狀況 你有什麼樣的建議 包括書裡面提到的 或是你特別想補充的 我們就從這裡開始進入您的修養之道吧 好的 我覺得有關於禮貌說話這件事情 大家都當然知道 尤其像現在 你看大家都戴著口罩 其實戴著口罩 你表情都被隱藏起來了 我覺得更要好好的說話 尤其是對身旁親近的人 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們可能常常會覺得 這麼頻繁地接觸相處 他一定知道我心裡在想什麼 其實不是的 你有好好地說謝謝 好好地說對不起 我覺得這些很基本都相當重要 尤其是 你自己想想看好了 如果說你問一個問題 他都一直不回答 那兩個人這種問題就飄在空中 這種是會凍結彼此的關係的 所以我們不希望這樣 事情會這樣發生 如果能夠的話 對身旁親近的人 你更要好好的說話 那我在書裡好像提了幾個例子 都是有關於媒體的 媒體那時候曾經問說 男主角的身高比我高 對啊 請問一下 淨淨你這麼高 那男主角怎麼辦 男主角的企圖 勝於高度 對 這個我好像也有講過的 在您的身上嗎 笑什麼 你們所有男生站上來看看 你們都要企圖 勝於他的高度 OK 你看你也給男人留了面子 特別好 那有人說妳是花瓶 林小姐 是哪位 對 然後那時候我好像是回答說 其實在這英雄的片子當中 我應該要 扮演我應該飾演的角色 那所謂花瓶是 對我的第一印象也是一個肯定 可是瓶中有物 就是小橋如水的水 Yeah 等待你慢慢發覺 你看這種 非常非常四兩波千斤的方式 也讓媒體很舒服 也讓那種尷尬的 或是說有點針對型的問題 得到了化解 對 也就是說生活中 可能人家問很多問題 你會覺得好大壓力 他怎麼會這樣問 其實不一定要把人家的問題 當作壓力 找一個方式去回答 你可以偽偽到來 甚至我覺得很多時候 你要講否定句 對不起我辦不到 很抱歉 我真的沒有辦法 對不起就不可能 都可以好好說 沒錯 所以各位 你看這個 這就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 像我以前每次來這裡 我都會有點懊惱 想說哇 這棟只有台灣大哥大有收訊 其他的人 對不對 可是自從我看了這本書之後 我都放下了 沒事 我們就 我們就遠離訊號一個半小時 會怎樣嘛 有什麼不好呢 能訊息 對啊 老婆找 那要怎樣嘛 管他的 收不到老婆 這裡沒訊號 我們要學習放下 學習禮貌 而且我覺得這張你也寫得很好 你講到說 老天給我們兩個眼睛 兩個耳朵 一張嘴 有的時候 所謂的禮貌 也是少說一點 對 多傾聽 多聽一點 多傾聽 其實你會學到更多 對 而講到禮貌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智琳曾經 被媒體創造一個名詞 就是禮貌敦 對 哇 這個也是另外一種禮貌 禮貌不是用說的啊 禮貌可以用敦的 你還記得當時是怎麼開始這個禮貌蹲呢 我其實一剛開始 今天我剛好穿平地 有時候我穿高跟 我就一百八十幾公分的樣子 可是每次想要跟焦哥說話的時候 真的 台上也沒有別人 這樣真的有點不禮貌對不對 於是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平視 就會變成這樣 沒事 後來就很習慣了 就拍照你也蹲 對 拍照我也跟講話也有 一直都是很蘿蔔蹲的感覺 對 好像是玩蘿蔔蹲遊戲 不過其實他真的太客氣 我們其實不會介意的啦 因為我們有鞋墊嘛 但是呢 我後來跟他合作到後來 我鞋墊也放棄了 我也就放棄自己 我今天穿拖鞋就來了 你看 我把他放鞋墊 但我覺得這就是他貼心的地方 即使我們不在意 但他在意 他幫你在意 掌聲為他鼓勵一下 或許你們到現在 都沒有發現那些小細節 你們隨便上網搜尋 包括跟很多老闆 很多的長官 智琳也同樣非常貼心 他都會禮貌蹲 辛苦你了 辛苦你的膝蓋了 請坐請坐 好 那關於第一個部分呢 其實整個章節有很多的故事 我看這個故事特別的可愛 就是說有一位男性的閨蜜呢 是你跟安娜達的橋樑 他等於是在過程當中幫你們當翻譯 成情書 對 你可以把這段故事說出來 讓我們讓我們放閃一下的很甜蜜的一段 甜蜜的一段情書 他其實彷彿是談了一場戀愛 對 因為我和先生其實我們真的一剛開始可以說是語文不同 沒有辦法溝通 對 所以就透過一位男閨蜜來表達所有我們想要傳遞的這些想法想念感情 一切都透過這位男閨蜜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是談了第一手的戀愛 直到我們所有的事情 對 那他變滅口了嗎 目前你們有找到他嗎 哇 這個人很神祕喔 但是他很幸福 他等於是從你們兩邊得到了愛 也見證你們的愛情 我們也很感謝他 是 再次特別謝謝他 好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第二章 第二章特別要放大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充滿了智慧 這智慧叫做轉念向前的智慧 我們常講說言者無心 聽者有意 當我們隨口說話的時候 假設更不禮貌的話 其實有時候真的會不小心傷人 那這一點智慧他真的做得非常好 我相信大家從過去愛他到此刻 他的EQ之高啊 他的修養之好 包括他對媒體 他很清楚的知道 他必須說點什麼媒體才能下班 但是呢 這些話呢 又不要去傷害到第三人 這一點你真的很強大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怎麼樣做到就是 情緒的言語的控管 控管啊 我覺得 應該就是說話 我們不要去傷害到他人 怎麼可能 人就是有情緒的啊 就像你剛剛說傾聽 然後經過思考 你經過思考的話 一定不會傷到人 那我覺得很多人就是覺得 我自己有這樣的情緒 我就要做自己 我囤積了這麼多負面情緒 我就是要丟出來 那你覺得你可以丟出來 然後另外一方 有一個人他可能覺得 他就是比較脆弱 他就收了這些 很負面很負面的情緒 就很像一個釘子 扎進去 扎進去以後就會留下痕跡 可能長出了一片陰影 這個是很難很難消掉的 那其實真的沒有人有這樣的權利 可以把情緒丟出來 也沒有人有義務 需要去吸收那樣子的脾氣 所以在書裡我自己有想意的說 好像我們可以用一個溝通的三部曲 所以當你有情緒的時候 你先問一問合不合理 我這樣發脾氣合不合理 有些事情其實過幾分鐘 他就會過了 你一定要這樣把這個脾氣發出來嗎 你合不合理 再來就是你看看眼前這個人 我是不是要對他發脾氣 對 如果他很無辜 我為什麼要對他發脾氣 想一想這邊是不是對的 我以前常常在機場的時候 就是會遇到 可能因為天氣的原因 然後飛機要停 然後不能飛行 可是就會遇到一些乘客 他們會非常暴怒的和地勤人員 不能說是吵架 就是展現他們這種情勢 可以說你想想 你對他發脾氣有用嗎 你對那個人是對的嗎 然後再來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怎麼樣表達 我覺得每一件事發生 其實都會有一個更好的表達方式 什麼事情你好好說 我覺得對方就能夠收到同樣的意思了 所以好好的做表達 這是第三個 所以第一個合不合理 第二個這個人對不對 第三個好好的做表達 這樣我們就可以用比較溫和的言語 去溝通 然後不要用很憤怒的言語 去造成遺憾 來 認同請鼓掌 實在是自負珠雞 因為以前跟志玲聊天 我們都是在賣東西嘛 有時候賣雞精 有時候賣手錶 今天反而是很深刻的 可以聽聽志玲的理念 包括這本書 像你也提到說 我今天如果放不下 我緩一緩 我明天放下嘛 我明天放不下 我起碼後天可以放下 就是不急 不慌不忙 但是又不委屈 哇 你看這些金句 我都記在腦海裡 你好笨耶 因為我不是台灣大哥大的用戶嘛 我必須要放下 我不能跟任何人吵架 說為什麼沒有去啊 然後我還有看到就是說 你也有一些預言故事在裡面 像你剛剛講那個釘子 對 那個故事我覺得特別好 你還記得可以跟大家口述分享嗎 對 就是 有一位小男孩 他就是很多小朋友可能還不知道 怎麼控制自己的情緒 他就很愛發脾氣很愛發脾氣 他爸爸就說好 你就發脾氣 你每次發脾氣我就叮個釘子 我就叮叮叮叮叮叮 然後小男孩你看 哇 這個釘子實在是越來越多 他自己開始覺得不好意思了 他爸爸也把這些釘子 硬硬硬的摘下來 可是摘下來呢 你確實摘下來 可是釘子所深深刻下的這個痕跡 是永遠抹滅不掉的 這個就具象的代表 其實也是存在我們心中的 這些無形的傷害和言語 他其實是有的時候 會真的在你心中 就像釘子一樣 留下一個很深的傷痕 所以希望我們以後 說出口的話 都要能夠好好說 是的 這個釘子可以拔掉 釘子也可能會腐朽 但是那個木頭上面的痕跡 可能永遠深刻在別人的心裡面 對 對 那個傷害是造成的 傷害是抹不掉的 非常謝謝 好 那 可是當然人不可能沒有情緒 我想釘子也是一路慢慢修煉過來的 在書裡面 你有提到一段曾經你跟老師 但你也講得蠻客氣的 老師呢 這個看你的考卷呢 所以表現得還不錯 還是用拋物線的方式丟過來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曾經經歷過這樣的 有嗎 要不就是被丟 也應該有被丟粉筆的經驗吧 以前的老師是在 對不對 你要是不爽他會丟 而且每個老師都很準 好厲害 他們到底都在哪練這個特技的 就丟過去 結果智琳呢 竟然還是用一個 相對優雅 但是不委屈的方式 說老師 請您不要用丟的謝謝 對 你好像在學我說 你怎麼受得了啊 就是老師太過了 而且重點是他考得不錯啊 智琳考得不錯 你還是忍下來 但是你還是表達了你自己的想法 對 我覺得遇到這樣 我覺得就是書裡說的 我們不慌不忙 可是我們不用委屈 然後一定要試著表達 我覺得這個是尊重自己的表現 那其實呢 那個時候我真的 其實英文還不是太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鼓起勇氣跟老師這樣講 然後講完後 我還感覺到自己好像在發抖一樣 想說以後還能修這堂課嗎 可是對我自己來講 我覺得那個是 好像長到心中的一種正義感 以後只要在海外 遇到類似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都會好好站起來 為自己發聲 也不希望這些不好的事 發生在以後這些 可能大家去海外求學 然後是會海外觀光的時候 然後這些華人 可能會被受到欺負的 這樣的例子 但如同剛剛他講的三步驟 還是要找到對的人嘛 天氣不好 你去怪地勤 飛機不飛真的跟他無關 他挺無辜的 但是像你有書裡 提到一個在海外旅行的經驗 有人把你們的人 反鎖在房間裡面 對對對 然後呢 你穿著華服一邊在拍攝 一邊還得叫警察去書 對對對 這個時候呢 這看似優雅的志靈 他還是願意為自己的權益站出來 就一點都不優雅了 對啊 對 我記得我好像穿著禮服 然後跟著法國的警察 一起做筆錄 而且心情是非常氣憤 就真的是很想要吵架 當你想要吵架 突然英文就變得非常的好 可是對方講的就是法文 對 然後 可是 一樣就像剛剛講的 我覺得在這種不合理的情況 大家一定要勇於表達 我相信很多外國 大家這種觀光客 受到欺負 就覺得 花錢了事了 他要我們賠錢 我們就賠錢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真的沒有必要 這時候一定要挺身站起來 好好的 堅持自己的立場 是 所以這書裡面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例子 有一些告訴你怎麼去理性的判斷 但有的時候 姐姐也是會挺身而出的 那麼當然你知道 OK 我們回到剛剛疫情 這兩年大家都辛苦了 在這段時間 我們會有很多新的情緒出現 比如說可能會開始責怪別人 說哎呀 為什麼那個沒做好 那個沒搞好 導致我們那麼辛苦 但是呢 反過來也可能會埋怨自己說 哎呀 我為什麼以前不做好 不做這個不做那 導致我現在這麼累 所以在這種情緒上 你書裡面其實也提到了很多 這種儘量不要太埋怨自己 當然更不要責怪別人 很多都是你的經驗談是嗎 有關不要抱怨這件事情吧 對對對 抱怨很容易嘛 對 來我們開放抱怨兩分鐘 哇這應該就會 不夠是不是 兩分鐘不夠 這應該太累 好啦講講看 怎麼放下這種 所謂有點 抱怨 責怪自己又抱怨別人 這更慘 責怪自己又抱怨 我覺得抱怨有的時候 大家應該是變成一種習慣了吧 就覺得說講講沒有關係 然後我只是發洩一下 小小的發洩這種小情緒小壓力 可是當你抱怨太久太多 其實我覺得你會慢慢失去一些身邊比較正向的朋友 這非常好 我們常講比類去 他會慢慢遠離你 對 有道理 那我覺得這非常可惜 而且你要想想 會不會有朋友是這樣 他就是每次講都很愛抱怨 你慢慢就會覺得 他好像慢慢不可愛了 你就失去那個可愛的魅力和那樣的修養或是特質 我會覺得非常非常可惜 所以 如果要如何解決不抱怨 抱怨應該就是要 你剛吃台灣隔離嗎 抱怨 抱怨 慢慢講 別著急 你是優雅的 OK 抱怨 抱怨 如何要解決不抱怨 我自己覺得應該就會是學習知足 學習看見自己所擁有的 然後看見別人的好 放大他人的優點 然後不要一直看到缺點 有時候你一直看到這個缺點的時候 你會覺得沒有辦法接受 就會受不了對不對 所以真的看見他人的優點 看見人家的套 我覺得很重要 某種程度上也是放過自己 也是放過自己 而且有一些人他就會應該這樣講 有些人他會覺得 今天事情好辛苦好辛苦 越辛苦我要越努力 今天事情非常困難 越困難我要越奮鬥 他不會把時間花在這樣抱怨的情緒當中 他只會讓自己越來越進步 越來越更好 我對這種人是非常非常鎮靜的 沒錯 這個他剛講到說身邊的朋友圈 物以類聚 當你是一個不抱怨的人 自然會吸引到一些這樣有能量的人接近 大家一起向上 當你是個很抱怨的人 哇 那變成一個同溫層 很厚很厚你就走不出去了 對 後來就好像一個抱怨的比賽 沒錯 抱怨比賽那更是要不得了 大家一直掉到 千萬要 對對對 所以要多跟智琳姐姐學習 好 待會我們會公開他的LINE的帳號 大家可以加他的LINE好友 有什麼問題 沒有了怎麼可能 好 不過還有一個是我自己的觀察 因為我們在工作場裡 常常有時候啊 這個兵荒馬亂 可是我發現他有時候 都很能夠站在客戶的角度去想 像我在書裡面 他在書裡面 我有看到 客戶有的時候 會有很多多的要求 那待會主持人 能不能跟我們老闆拍個照啊 通常你都會說 好 好 那可不可以待會幫我們 多講講去產品的優點啊 沒問題 那我們那個老闆總經理 不太會講話 聯訪的時候 您可以站在旁邊嗎 當然可以 好 所以你可以公布你的LINE帳號嗎 還沒有上 這個叫做同理心吧 就是當我們今天在工作的場域 每個人都是來上班的嘛 沒有誰比較了不得嘛 可是這個時候我就會發現 你真的可以做到 對方的立場著想這些事情 書裡面你也用很大的篇幅去分享 你可以幫我們口述一下你的理念 對 提到同理心 其實我想應該就是將心比心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我們都知道 但是我們可以做得到嗎 因為同理心就是 我站在你的立場 然後我感受你的感受 然後我去體諒你的需求 那我覺得大家都知道 可是可能從生活中開始 我們就學習 練習這句話好了 就是如果我是他 我會怎麼做 如果我是你 我會怎麼說 如果我是你 我會怎麼想 其實我常常會 用這樣子的一句話來 提醒自己 對方現在是怎麼樣的感受 我覺得當你開始這樣做的時候 你一定會發現可能在你的不管是工作上 你就會有更多的理解 那對於可能朋友的相處 你就會更了解他在想什麼 我覺得包括夫妻之間 你就會有更多更多的體諒 或是甚至父母一定會覺得 吼吼一直很煩 一直問我這麼多 你會覺得 其實爸媽現在還能關心我們 是很窩心很美好的事情 對我覺得就會有更多不同的想法 那只要有這樣的一個同理心 我就很多事情你就會除了這些理性 然後加上感性去思考這些事情 那人和人的關係 還有互動呢就會比較好 我們今天有很多的金句 大家不要光聽 覺得認同的時候 三不五十要給他拍拍手 因為這個跟看書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看書比較冷冰冰嘛 今天他是把這些故事親自說出來 每一句每一字都非常的sweet 然後對講到範圍思考 我也特別特別感動 因為在我拆包裹 有一天突然拆到了一個 林志玲進來的包裹 然後我就想說 喔 志玲好貼心喔 這不意外嘛 他可能托台灣的團隊 去百貨公司買個禮物 送給我們家孩子 我在打開不是耶 他是在日本的伊士丹百貨 去買了禮物 還秀了我們家女兒的英文名字 他知道我們一定很想念日本 我們不是老哈日嗎 你知道我看到這禮物 我就覺得天啊 這個姑娘 她這種換位思考 然後我就很尷尬了 我不知道送她什麼 她什麼都不缺 所以我就決定今天主持費 打折送給她 這樣可以吧 好 打了不少折耶 我們這個禮拜 每一場活動都是交割的 對 而且每一場 其他不打折 其他不打折 出版社比較艱困一點 謝謝志玲回台灣 謝謝交割 讓我的工作量爆增 今天一定要打折支持她 但是因為真的不知道送妳什麼 祝妳幸福 我就用實際 我打這個折 小燕姐很傷心耶 因為她也少抽我一點沉耶 你知道嗎 但是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 我們真的可以這麼理性 這麼範圍思考嗎 尤其每個人的深恨不一樣 譬如說妳的老公 我看到您跟他在 有一個故事是講到 兩個人開始有點短兵相接了 這很難免嘛 情緒來了 可是你們卻有一些方法 可以化解那個情緒 化解 那個叫做溫度 妳可以跟我們闡述一下 因為另外一半 妳更要同理心吧 對吧 妳要跟他相處一輩子 對 當然我覺得兩個人在一起 一定 一定會有一些有時候 意見不太一樣的時候 可是目前為止 我們其實都沒有吵過架 怎麼可能 到現在都沒有吵過架 可能因為我真的日文不夠好 所以 想要吵下去 那個很難講 還要用Google 很難講就算了 對 乾脆就算了 冷靜一下就算了 冷靜下來 可是那個氣氛凝結的時候 妳們怎麼做 所以 我自己 和先生有一個約定 我跟他講 有些我可能表達不出來的時候 妳可不可以允許我 在我們有這樣的情緒的時候 讓我牽著妳的手 讓我至少摸到妳的手 我覺得妳一定會知道 我們沒有想要傷害彼此 當妳感受到對方的溫度 我覺得那一切事情都可以過 所以這是我們目前為止的約定 所以也因為這個約定 我覺得很多事情 我們都很快速的可以讓它過去 太棒了 真的 所以我們在此也呼籲大家 勇敢接受異國練習 吵架吵不起來是一個 第二個當然就是她講的 如果吵不起來還是有乾脆 我們用肢體的溫度 我們用那個愛的溫度 然後趕快冷靜下來 我覺得這個提醒真的非常棒 對 我覺得大家可以試試 或者是妳覺得說不出來的時候 其實現在大家還是可以透過文字 或是傳一個簡訊 傳一個字條 或是傳一個emoji 傳一個圖案 我覺得那個對方都會收得到了 對 不要漠視 書裡面有寫到 就像我們小時候跟同學都會傳字條 就是有些事情 所以跟老公也是 如果真的有些話 妳很怕妳會很衝動的罵出來 妳冷靜一下用寫的嘛 謝謝 用一個表情 我覺得表情符號比較危險 因為很容易按到隔壁那個怒的那個 你知道就可能差個0.01公分 就是錯的表情符號 收回已經來不及了 我覺得還是用寫的還可以改 所以智琳的建議 都是她經歷之後的精神體驗 真的沒有透過架 妳再回想一下 沒有 Really 可是不只是跟老公 我老實說我好像跟朋友 也沒有 我印象吵架就是剛剛法國那一次 就梳理那一次嘛 為了爭取我們旅客的權益 太過分了嘛 所以我們把東西弄壞了 對啊 怎麼可以還偷人家的衣服 對啊 其他都沒有 妳剛剛真的有生氣的片段 我們很難得看到妳這樣 對啊 怎麼會這樣偷人家的衣服 好可愛 好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同理心 不管是對